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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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光打在身上 发出扑扑的怪响 嘎目身形不稳 被击退了书部 我看得担心不已 生怕他出什么事 而这时 嘎目再次怒吓 体内的紫燕猛然爆发 这些烈焰迅速凝聚起来 最终幻化成了人形 其通体为紫燕筑成 近三米高 如传说中的泰坦巨人 那火焰散发着迷人的紫色 我靠得很近 却感受不到任何温度 无论空气还是地面 都没有发生任何异状 奇怪了 不是说阴浮紫燕分化万物吗 怎么空气都 不对 无论什么样的火焰 在燃烧时都会消耗空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火焰周围的空气出现波纹 甚至显得很模糊 可是阴浮紫燕却没有引发这种情景 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说 所谓的紫燕与我们平时说的火并不相同 它其实只是一种力量 具有可焚烧的特性 而非真正的火 这有些像昆文静的力量 可以转化为倒立 可倒立却无法撼动那里的任何东西 哪怕只是一块石头 因浮紫燕所画出的人形物向前漂浮 它诡异地自嘎木身体穿行而过 却没有让嘎木受到任何伤害 这东西 显然是介乎于虚实之间 真是神奇到了极点 难怪在《天师脉》这种诗可以排名第一 子夫天师出现 廖仙儿的面色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他直接挡在廖老前面 双手微斗 想准备发动什么攻击 在我的注视下 子夫天师缓缓上前 当他面对那黑色圆盘时 并没有攻击 而是继续向前浮动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黑色圆盘完全无法阻挡他 被他直接穿透 唯一能证明他是从那里穿过的 就是挂在圆盘上不断灼烧的几缕火焰 那是从子夫天师身上被剥落的 并不多 两三朵 加起来不过指甲大小 廖仙儿的神情逐渐凝重 他双手平推 正要攻打出去时 廖老却突然喊了一声 你们不想让他复活了吗 子夫天师的行径动作停了下来 同时 嘎木低沉的声音传出 你有办法 廖老说 没错 只要你们愿意谈 那并不是难事 嘎木没有丝毫犹豫 天师化作无数紫燕散开 重新回到他的体内 接着 嘎木说 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们今天别想离开这里 我皱起眉头 往前走几步 与嘎木并肩而立 然后侧过脑袋地声说 这家伙计谋太多 跟他合作 无异于与虎谋皮 你怎么 正说话时 我却看到嘎木的身子在微颤 眼睛一瞥 立刻又看到他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嘎木穿的并不多 一件老旧的白褂子而已 可如今 这褂子却想和他粘在了一起 我顿时明白 他不是不想杀 除了廖老所说的计划外 还可能他无法长时间操控那种形态的子夫天师 想来 那是他的杀手锏 能够穿透廖仙的力量 这种手段 满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 想到这 我就不再多言了 强人所难 实在没必要 更何况 我也想知道 廖老会说些什么 难道 他真的可以复活老道 廖老开口 可第一句话却是与主题无关 真是一句不错的诗 不过这诗 似乎与我了解的有些不同 嘎木沉声说 这你没必要知道 说出你的计划 廖老笑了笑 他轻拍了一下廖仙儿的肩膀 后者往到冠里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退了几步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 肯定是感受到石爷爷的气息了 当初在昆仑山 他被石爷爷一掌接着一掌 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如今必定有所畏惧 想到有石爷爷在背后站着 我心里顿时有了底气 不就是一个反老还童的老头吗 有什么好怕的 廖老说 其实计划很简单 你们帮我找出一样东西 我替你们造出它的躯体 想来以你的手段 找回它的魂魄 应该不难 我问 造出躯体 什么意思啊 人造人 廖老纠正了一下我的说法 正确地说是基因克隆人 我有些吃惊 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廖老会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我说 如果是克隆的话 我为什么要找你们 世界上科学家那么多 找谁不能做 廖老出乎意料地承认了我的话 没错 如果只是克隆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找到许多人 但他随后又说 可是能把它克隆出来的 世界上唯有我一个 他说这话是有些自傲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想过去海抽一顿 我撇撇嘴 说 你逗我完吗 你自己都说了 要是克隆的话 很多人都能做 那又说什么 把它克隆出来只有你可以 我的话并没有让廖老气恼 他呵呵笑着说 小伙子不要火气那么大 你可明白 想把它克隆出来需要什么 需要很顶尽的基因技术和一些尖端设备 但只有这种技术和设备是不够的 如果只是克隆一个正常人 我想那些秘密进行克隆人试验的家伙们 完全可以帮你 可是如果想让一个修行者躯体再生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如果是我来做 给你的是一个与他生前一模一样 连倒力都不差半分的躯体 廖老直接抛出了一颗炸弹 把我当场就炸晕了 嘎目对于这些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便侧过头来低声问我 你听明白没有 我晃晃脑袋 说明白是明白了 不过 嘎目追问一句 不过什么 而那边廖老又说 修行人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身体内部长时间与能量接触 已经逐渐被通化 如果这种情况到了极致 而他的灵魂还存活着 那么就等于是成仙 当然了 在如今的这片土地 很难出现这种情况了 最起码最近百年不可能 所以克隆的关键在于 咱们将已经被能量同化的部分复制出来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这可是一个领域最大的秘密 世上只有我知道 所以要保密 我听得牙痒痒 恨不得一巴掌抽死他 你要保密还问我做什么 廖老笑起来 问你可以考虑考虑 这天底下除了我之外 再没有一个科学家如此了解修行人了 所以想让他复生 只有靠我 我说 我也可以去五点 把他抢回来 廖老大笑起来 这声音笑得我一阵脸红 过了会 他才停住笑声 说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四家的秘密吗 你别忘了 当初与我合作的 还有九秋 我顿觉尴尬无比 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以廖老的心性 和九秋的人混在一起 还不把人家牢底都掏光 那些修行人 打杀是把好手 耍狠斗音也不错 可真要跟廖老比 总觉得还是差上一点 廖老说 怎么样 考虑考虑吧 年轻人 时间可不等人 我问 你要我帮你找什么 廖老说 一件小东西 以你的本事 配合那枚神奇的玉佩 很容易就能找到 同时 廖仙走上来 递了一张纸 和一样东西 纸上画的是一个方框 里面横竖各九根线条 而那东西 则是圆形的石块 半个手掌一般大小 看起来毫不起眼 我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廖老必重就轻 直接转移了话题 不说了吗 一件小东西 那块石头上 有一种气息 与纸上画的同根同源 你要找的 就是与纸上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东西 可能也是一块石头 但只要根据气息寻找 很容易辨认 我皱起眉头 这一家伙明显是在敷衍我 纸上画的 只不过几根线条 完全看不出是什么 根据一块石头去找东西 也亏他能想得出来 可是细想一下 以我如今的能力 配合通明玉佩 的确是找东西的最佳人选 我问 这东西是你的 廖老笑眯眯地看我 并不言语 我按骂一句 随后看向嘎木 嘎木没有立刻回应 他皱着眉头细细思索 过了一回 他侧过身低声问我 克隆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他真的附生吗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想了想 我才谨慎地说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真的附生 克隆就相当于复制 你明白什么叫复制吗 嘎木点点头 我松了口气 继续说 克隆的意思 就是取他的基因 然后通过培植什么的 成长起来 最后变成和他原本的肉体相同 嘎木眉头皱得更紧 培植 意思就是 不是他原来的肉身了 这不是和养尸一样了吗 我想了想 点头说 应该是差不多的道理吧 可能要比养尸麻烦点 嘎木呸了一口 尸可以养 因为他们死了 就算养成大尸 也不是生前的他们了 但是按你的说法 那等于重新弄一句他的肉身 与其这样的话 何必与他合作 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复生 只是走了旁门左道罢了 嘎木对克隆技术似乎很不屑 他的想法可以理解 因为就连我也弄不清 假如真克隆出一句老道的躯体 到时候魂魄放进去 他还算原来的他吗 有句话叫 世上没有百分百一样的东西 哪怕是克隆技术 恐怕也达不到完美 我小声地问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同意了 嘎木皱着脑门又响了一会 然后问 你确定他的肉身不在了 我说不确定 五点离开的时候 跟极光似的 刷的一下就闪没了 我哪看得清啊 而且 无论石爷爷还是我 对五点都不是很了解 母亲应该知晓许多事情 可就冲她那的态度 估计问了也不会告诉我 嘎木瞪了我一眼 像是在埋怨我 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然很无辜了 可又没办法反驳他 这时 嘎木又问我 他就是主谋吗 我说 主谋 哦 你是说昆仑啊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 撂老 然后把声音压得更低 就是他 其实按照我的想法 应该把石爷爷喊出来 先绑了撂仙 然后把这个反老还童 还装嫩占我便宜的死老头子 折成八段 扔沟里为天生 不过石爷爷到现在不露面 显然是不打算管制使了 所以我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念头 嘎木说 答应他 我点点头 可立刻有反应过来 我可说好 如果老到真能复生 到时候他看到肉身有什么不对 你可不要把我绕进去 嘎木威胁说 再废话 舌头给你烤了 我扎了扎舌 难怪为情仓把子夫天师送你 真是个火爆脾气 虽然很疑惑 嘎木为什么刚表示不屑 现在就愿意答应 可我还是按他说的去做了 我说我们答应了 廖老笑着点头 那就好 嘎木问 但是我们怎么相信你 廖老说 什么时候他的肉身克隆完成 我会来找你们 到时候 我们人无两清 有道观礼的那位老先生坐镇 想必你们也不怕我会 嘎木冷哼一声 你敢 要是他的肉身出了什么差错 或者你动了手脚 藏饼天下 我也不会放过你 廖老说 尽管放心 如此就不打扰了 告辞 廖老来得突然 走得也干脆 倒是廖仙似有所思地看向道观 犹豫了一下 才转身随廖老一起离开 待他们的身影消失不见 我才一头雾水地问 你怎么突然要答应他们了 嘎木看向我手里拿的纸和石块 因为这个 我惊讶地问 这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 嘎木回答 不知道 但既然他来找你 证明这东西很重要 否则他不会以身犯险的 那个女人很厉害 而连他们都找不到的东西 想必要么藏得极深 要么东西很特殊 无法被找到 我仍觉得不解 你分析得有道理 不过这和答应他们有什么关系 既然对廖老重要 就更不应该答应他们啊 哪有明知仇人需要 还去主动帮忙的 嘎木说 就是因为这东西重要 我们才要第一个找到它 区区一句肉身算得了什么 若想以这种小道来复生 我天师脉 什么样的尸首找不出来 什么克隆 雕虫小技 我说 得 你们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精 我都没想到这个主意 嘎木说 那是因为你年轻 不过找到东西后 你务必要保存好 如果可以的话 与那位老前辈 时刻待在一起吧 有他在 给姓廖的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来抢 我点头 不过还是扎扎嘴 问 既然你已经打定主意 那咱们的计划又要改了 五点那边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关键 连嘎木也没什么好办法 他想了半天 才说 我先去探探风吧 看看他肉身是否还在 想来 五点就算要收回五行脉 也没必要把人也给吃了 我说 那有什么消息 立刻通知我 对了 你可千万别一个人就冲去了 免得我一个没救回来 还得再救一个 嘎木指着我手里的东西说 少废话 有时间多修炼 早点把这东西找出来 我们又说了几句 便彼此分别 他打算回天师脉 与魏晴苍商量 打探五点的情况 但他也提前说明 天师脉如今 已经到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 就算魏晴苍有心 也抽不出什么力量来帮忙 一切 只能靠我们自己 对此我毫无意义 老到重要 但别人的事也重要 起码嘎木肯帮我 这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了 捏着图纸 攥着石块 我一边好奇地翻来覆去看 一边走回倒灌 坐在床边 从口袋里把东西再掏出来 仔细看着 纸上画的东西很简单 明显是一个带横竖线条的框框 而那块石头就有点意思了 因为我用到力输入进去 竟然没任何反应 如果不是怕毁了这东西 无法找出根源 我真想用八锁道法试试 能不能切开它 除了道力无效之外 这石头还很轻 半个手长大 却轻如红毛 拖在手心 一点重量也感觉不到 其实我很怀疑 这东西与石手有关联 因为都是实质的 不过这块圆形的石头 应该和纸上所画的东西不一样 起码不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它圆润得几乎完美 虽是普通的砂石模样 摸起来却如一块老玉 料老那里应该还有其他的石块 若是有机会全拿来就好了 坐在房间里没有事 我索性把通明玉佩掏出来 贴在额头 一手握着石块 将视野直接延伸出去 说来也怪 通明玉佩一贴上额头 顿时感觉到石头上传来了奇怪的气息 这股气息说不上来是什么 只能感觉到很古老 而且在感受到气息的同时 我忽然觉得石块如一座大山那般种 显然在进入神奇的视野后 所有的感触都不同了 我没有耽搁 意念带领着视野 寻着模糊的方向而去 意念是最难说清的东西 就像现在 也不知是石块指引着我 还是纸上所画的东西 牵引着石块 总之 我能模糊感受到 那东西的大概方向 视野以最快的速度延伸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黑夜和白天的分别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不同的色彩来显示的 但你又可以看清每一样东西是什么 很奇怪 也很矛盾 可确实存在着 更让人诧异的是 视野所延伸的方向 让我感觉很熟悉 而没过多久 我看到了一座大山 高有千米 巍峨大气 这里我曾经来过 而老道的死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征兆 中黄山 石野 在距离五行道观百里外的 这座大山处停了下来 再不久前 老道说 中黄山是远古大神女娲娘娘的 发迹之地 而当初我们进中黄山的时候 更是遇到了几千年前的古秦兵 其中 更有声威显赫 千年后仍凶名不孝的沙神白起 只不过 曾经的沙神在乌神医手下 不过一堆无庸白骨 可他的执着与怨念 却让人动情不已 我一直都认为 中黄山内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古秦朝 为何留下白起带领三千甲师 于山府后命 又为何到这些甲师 老死山府中 仍未有命令传来 根据史书记载 秦朝那时已经一统天下 但几十年后便一朝崩解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秦王或许有命令 但没有来得及传出 这个隐藏于历史河流中的秘密 直到今天仍未能破解 最令人惊奇的是 廖老要我找的东西 竟然与中黄山有关 难道那东西也在山府 会不会和当初秦王的 古怪命令有关 带着诸多疑问 我继续以事业探查 在通明玉佩的指引下 事业向着山府内延伸 不出我所料 很快 事业再次停在了山府中 乌神医走后 这里曾发生一些争斗 从山府中走出 却失去乌神医驻镇的三千甲氏 之后被众多修行者杀得干干净净 连骨头都积成了坟墨 虽然谁也不知道 乌神医复生这些死去的秦兵 是为了什么 但修行者对死而复生的东西 一直有莫名的偏见 自然容不得他们活下来 当然了 对于我这个经历 廖老的大阴谋 并幸存下来的人而言 乌神医的举动 算不上什么疑惑 他很可能是为了找回不死药 所以才复生了众多秦兵 只是廖老诡计多端 竟然让廖仙带着不死药 藏在九丘那里 引得乌神医与九丘无故发生争斗 借到杀人的伎俩 廖老使得炉火纯青 可是廖老怎么知道 乌神医必来中黄山呢 我想 他手里一定还掌握着其他秘密 这个一直隐于俗世 却与修行人纠缠不清的老人 简直就像草丛里的毒蛇 阴险 狡诈 狠毒 让人看到 他就有种莫名的惊具 我挣了正念头 顺着毫无来由的莫名指引 将视野继续向地下延伸 一路上 湿气弥漫 时而可见 快快白骨与碎裂的铜器 这些 都是那些古琴兵所留下的 视野一直延伸了数百米 眼前忽然一亮 在四周全是泥土砂石的地下 竟然出现一块巨大的石头 这石头方方正正 如完美的正方体 它略微倾斜着插在土层中 在通明玉佩的视野中 能看到它通体散发着萌萌的光亮 这光一黑一白 如鱿鱼一样流动不定 上下交替着 我把视野拉得更近一些 人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除了那些光亮之外 这东西就像普通的石头 但也恰恰如此 我更加肯定 它就是廖老图纸上所画的东西 因为廖老给我的那块石头 也是平凡无奇 什么也看不出来 观察一阵后 我又在附近转悠一圈 确定了东西所在位置 这才将视野收回 把通明玉佩从额头拿下来后 我心里又有完成目标的欣喜 又有一种奇怪的小得意 人聊老手段通天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东西就在中黄山下吧 这下可好 等于白白让我占个便宜 等东西拿到手 非把他气死不可 东西虽然找到 可靠我一个人的话 很难把他弄出来 要是老道在的话就好了 五行道法神奇无比 最适合这种货 就这么愣着待着 迷迷糊糊爬在床上就睡着了 在醒来时 天一亮 出了道观门 竟然看到小美女 一手吃着青色光鞭 在平台上四处翻滚追击 而与她对练的人 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那个在青光边下闪躲挪椅 如泥丘一般灵活的 竟是小男孩天生 我从来不知道 天生的动作竟然那么快 小美女的青光鞭甩 点 缠 各种技法不断交替出现 如果是我 恐怕两秒钟就被抽成斑马线了 可天生却在这种攻击下 褪比闪躲 小美女的攻击 从没打中过她 这真是令人惊叹 到了此时 我才相信小美女曾说的那句话 天生很厉害 若是不论道法 天生此刻的水准 已与老道相差无几 一个七八岁 不对 到了如今 天生已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了 也不知道她每天吃的什么 竟然长得如此快 我以前问过她 每天一到晚上就没影了 是干嘛去了 她回答说吃饭 在问吃什么 她就开始给你掰着手 牛肢算 兔子 蛇 鸟 狗 熊 老虎 老虎 抓不到好吃的 就下河捕鱼 再不然就抓些虫子吃 不过他也说不喜欢虫子 并不是味道不好 而是必须要抓很多 才能吃饱 所以有些时候 也会去找些死人吃 这话听的人瞠目结舌 死人怎么吃 那玩意能吞下去吗 所以我自然当笑话一笑了之 可如今我却觉得 或许他每天晚上 真的是吃哪些东西去了 这孩子一身的古怪 到现在没弄明白他的身份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他和当初园林的牲畜死亡有关 而从这一点来看 他所谓的吃 其实就是吸取精气 这不跟鬼怪一样了吗 他们俩练了很久才停手 小美女的青光颠 本就是万物精气所生 因此随手一抛 便消散无影 而天生也不顾 刚才被他追狗一样的上蹿下跳 跑进厨房 屁颠屁颠地端来一碗水 还顺手摸了条毛巾 给小美女擦汗 见他们开始休息 我这才走过去 问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小美女说 为了能报仇 如果她不能活 我就把五点的人全杀光 与其消沉落寞 还不如尽自己所能 妈死了 爸到现在都没见过 如今连她 我不能让独生脉 就这样毁掉 这世上 只剩下我了 我沉默了半赏 最后说 你能想开最好 但是不要强求 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小美女看看我 说 你要不要也来练 我帮你 我一听 吓得脸都白了 我说 你帮我 你是想抽我吧 八所道法和你们的不同 要么一招制敌 要么一招被制 所以我不用练这些 这话的确有几分道理 可真叫起真来 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小美女也没多说 只点点头 然后盘起腿来 闭目养神 天生看着我说 叔叔 要不我陪你练啊 我看看她 然后一指头点过去 成天 定 我本意是想逗她玩玩 省得这家伙 老在我面前晃悠 可一直点去 点中的却是一团轻盈 眼前由一团轻气 所组成的光影 被道法所禁锢 可我却没有任何喜悦 而旁边 传来天生得意的笑声 叔叔 你太慢了 我有些吃惊 不光是天生的速度 还有她这神乎其神的技法 八所道法所禁锢的东西 是因我意念而定 可她却能躲过去 那团光影 看似全部是清气 但其中肯定有不一般的东西 起码能瞒过我这不成熟的八所意念 毕竟手指点来点去 只是一种习惯 并不一定非要有 我转过头看向天生 问 你 到底是谁 天生看着我 一脸的奇怪 我是天生啊 叔叔 你是不是失忆了 看着她一脸不解的样子 我摇摇头 没再问下去 很显然 天生身上也隐藏着一些秘密 而这些秘密 很可能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这时 山下有人飞绿而来 没多大会 便到了我们跟前 来的人正是嘎木 她前夜刚走 这回又回来 而且看其神色 匆匆 也不知遇到了什么事 没等我问 嘎木就主动开口 抛出一则惊人的消息 五点 正是出事了 我惊讶地问 在哪 嘎木摇头说 不知道 我翻了天师脉 留存的许多古籍 大多数与之有关的记载 都说 五点立于虚空 以自身为点 吸取万物信息 所以 他们可能在某一处 类似昆仑山的地方 而不是在这里 我说 这倒有可能 不过 既然没固定的道场 你怎么知道 他们出事了 嘎木说 大哥告诉我的 他吃了鲜果 对灵性的感触敏锐 察觉到五点的气息 四处蔓延 在之前 这种情况从未出现 所以 五点肯定是正式冒出头 准备再次延续踪脉了 还有一个消息 他的肉身 可能还有得救 我惊诧地叫起来 连忙问 怎么救 休息三秒 喝口茶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使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嘎木先是感慨一句 然后才在我焦急的注视中说 也幸好我天师脉的传承久远 而大哥如今又掌控了主脉中架 不然的话 还真难翻到那种消息 五点的传承来自五地 严格来说 他们与九丘是相辅相成的 九丘镇压山川 而他们则镇压万物生息 我疑惑地问 那不是和我们巴索有冲突 嘎木摇头说 没有冲突 巴索掌控乾坤 与五点和九丘之间 应该存在一个度 只要不超过这个度 你们彼此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我恍然大悟 这时嘎木又说 五点既然传承五地 对于这五位帝君 自然有着敬畏之心 而他们无数年的传承里 有一项规矩 就是子弟死去后 要葬天 我问 葬天 天葬 嘎木说 当然不是俗世喇嘛那种葬法 简单的来说 就是将死者的肉体 放入我们无法理解的空间里 这个空间似乎与万物相连 与现实相接 被葬天的人 身体会化作一种力量 重归万物 我大吃一惊 连小美女也听得急匆匆站起来 我刚想说 这不等于吃人吗 但想起来 之前嘎木也说过这样的话 虽然我很想说 五点这样的行为非常没道理 可转念一想 我八所似乎也有这规矩 忘记是老道 还是石爷爷曾告诉我 八所一脉死去后 身体会化作能量 反补天地 因此无法入轮回 投胎转世 这是真正的死了 连再生的机会都没有 这么说来 难道四大家 都有这样的事情 生于天地间 死后重新归于天地间 这也说得过去 可对我来说 这种事绝不能发生 尤其不能在老道身上发生 我斩钉截铁地说 五行脉虽然是五点的核心精髓 可毕竟不是五点 没理由按他们的老规矩来办 要阻止他们 噶木点头说 这是当然 但现在要做的 是探查出五点的所在 这件事 只有你来做 我没有犹豫 点头说 这件事交给我 什么时候开始 噶木说 一早步一迟 越快越好 一听这话 我都有立刻 掏通名誉配的冲动了 噶木紧接着又说 务必要小心 不要轻易与他们起冲突 把情况探明了 告诉我 假若时间允许的话 或许大哥会来帮忙 我与大哥商量了一下 与其推迟 让密师脉实力更加强大 倒不如出其不意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计划 一个时辰后就开始 但就算能顺利打掉密师脉 我们可能也需要两天时间来整顿 不然很难稳定下来 噶木说这话时 表情有些为难 我摆摆手 说可以理解 老道的是 只能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有不成功的几率 但你们的计划 成功几率更大 自然先以你们为重 况且以老道的性子 如果他活过来 知道因为自己让天师脉 失去一桶安定的最好机会 估计会立刻找把刀抹脖子 噶木点头说 他倒真能做得出来 我忽然想起石头的事 别说 对了 撂老头让我找的东西找到了 这是 咱们什么时候去做 噶木说 他的视线放一边 等那小子的肉身拿回来 再去也不吃 不过 你动作够快的 这才多久 我略有得意地点点头 我又把探查过程 跟噶木说了一下 噶木来得匆忙 走得也匆忙 我们交谈没多大会 他就迅速离开了 天师脉的整合计划 在两个小时后开始 那时候太阳会升到最高 而湿气会被压制 魏晴苍倒是会选时间 他吃了鲜果 虽然是同假湿之身 却不被列扬压制 但其他的湿 却要因此被削弱 此交笔长 纵然魏晴苍身边的顶级湿不够多 但是想对付密湿脉 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就在于 怎么保全那些实力偏弱的弟子 想来这段时间 他早已有所准备 否则也不会把时间提前 他们干他们的 我自然也要做好我的部分 于是我掏出通明玉佩 准备查探五点的位置 这时候 石爷爷走到我身旁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问你真决定要那样做 我知道 以他的本事 肯定能听到嘎木所说的话 便回到必须要做 他因为我而死 我不能就这样做着 如果真因为我与五点起了争执 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事 就算三分出事 也不可能因此毁掉整个巴索 石爷爷说 但你死了巴索就毁了 你难道忘记 他这一生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我点头 语气有些低沉 但如果他也这么想的话 那时候就不会要杀我了 如果没有您拦着 我是不是还能活到现在 石爷爷重重地叹口气 都是你 全是你 我说 您也不必那么担心 说不定很顺利就完成了呢 石爷爷说 没那么简单 葬天之礼 五点必定会关到最后 你们哪来的机会 我试探着说 您难道不能帮我吗 我看着石爷爷 在这个问题出现后 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变 可我却知道 他肯定不会说能 见石爷爷没说话 我记忆不问 您不是真正的巴索 与五点的冲突 并不会影响到什么 石爷爷说 但是帮你了 就等于于你母亲 我叹口气 说 为什么到现在 您仍不愿意告诉我 他究竟想做什么 这种和我有直接关系的秘密 难道您想让我到死的那一天 都不明白吗 石爷爷看着我 脸色有些发沉 过了半晌 他忽然张口吐出一团白气 这团白气 飘飘荡荡 在他掌心缩成一团 石爷爷将这浓缩成 顽状的白气 放在我手上 说 人之声 以魂为主 你要救它 就先把魂魄拿回来 这团白云烟 是我本命精气所化 能护住它的魂魄 通过阴阳界限 我心中一阵激动 如此一来 我可以先把老道的魂魄 先接回来了 那么 我能顺利接回老道的魂魄吗 魏晴苍和嘎木的天师脉 合并计划 又能不能成功呢 下一篇故事 再给各位听友讲述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欢迎订阅